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从LINE8生活圈全面升级 全新官方2.0计划的这个讯息 在2019年的2月21号发布之后 当天令人非常兴奋 但是兴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上面这边写 它的功能 有什么样的功能 升级了什么功能 深化分众的功能 帝送客制化的分钟讯息 优化用户体验 就不会一个讯息全部发送 然后价格弹性 价格弹性听起来好像也不错 功能升级师还可以开启API的功能 API以目前来讲的话 是必须要每个月3888 才可以使用API功能 之后全面开放 然后品牌整合的功能 好 再来 好友无上限 之前到8万而已 现在变无上限 也是好处嘛对不对 第一门槛 第一入手门槛 任何人或商家都可以从零元 就可以开启账号来经营 听起来很棒嘛 降功能限制 基础功能全面开放 开启API 无需额外升级费用 之前就是像现在 要3888才可以使用API API就是安装外挂功能的意思 好 这边 都跟你讲好处 官方账号的类型 这个企业账号 认证账号有蓝色的 一般账号盾牌的 就是跟现在的LINE 一般账号就是个人 然后认证账号就是企业 公司可以去申请认证 认证是不用钱 只要给文件就可以了 只是说要等待的时间 有时候等蛮久的 等超过一个月 那一般账号跟这个认证账号 跟现在的LINE是一样的 就是不可以被搜寻到 一般个人账号是 无法在LINE的搜寻里面被搜到 当然你给ID是一定可以搜到 但是你不给ID 只是给人家名称的话 比如说我是牛奶爸 我如果是灰色盾牌的话 你去搜寻牛奶爸这个好友 是搜不到的 可是因为我后来认证已经成功通过了 所以因为他这个讯息发布之后 我就已经有悠患意识了 我就赶快去申请认证了 因为之前的牛奶爸认证不过 因为他不是公司名词 他是一个品牌名称 牛奶爸要当成品牌名称也很难 所以我又去申请商标权 然后再递交给他们LINE的官方去认证 好不容易又透过关系 才认证过了 所以牛奶爸网路行销这几个字的 已经变成蓝色盾牌了 那蓝色盾牌的好处就是 人家可以直接搜寻牛奶爸的三个字 就可以被找到 我的这个认证账号就可以被搜寻到 没有认证是不能被搜寻到的 然后呢 企业账号这个 不是一般人去申请认证就可以的 公司去申请认证也没有用 因为这是LINE官方主动邀请你 你才有办法去变成绿色盾牌 这官方邀请的你没有办法自己去申请 那官方账号类型和价格方面没有关系 就是说这三种跟价格没什么关系 都是同样价格就对了 然后呢 官方账号类型不影响基础功能 它是影响审核功能资格 好再来看一下功能表 CMS就是它里面这些内容的功能 可以群发 对主页投稿 一对一聊天 自动回应 关键字的回应 图文讯息 进阶影片讯息 进阶影片讯息 这个之前一定要1888才可以用 那这个现在就已经有了 然后图文选单 本来要798才可以使用 那现在这个就已经 官方账号就会有了 然后 又一件抽奖 这本来就有的 然后几点卡本来就有 行动官网 行动官网这个必须798 必须是 本来是认证账号才可以有的 蓝色盾牌才可以有的 然后数据资料库 API API这个本来要3888才可以有的 那现在这个免费也可以拥有了 好 然后审核功能 好 这些先就跳过 好 再来底下 这边有讲到 官方账号功能和账号类型的配对 刚刚就是讲这个东西 这些功能 这个绿色的盾牌 三个功能都有 这进阶功能 然后蓝色盾牌呢 这两个功能都有 这审核功能 审核功能就刚刚讲这些 蓝色盾牌认证过的才会有 那这绿色盾牌才会有 好 CMS功能 这些 一般账号 个人账号就可以拥有了 所以你看 它也可以串API 不用每个月3888就可以去串API了 然后也有图文讯息 也可以发影片 也可以发影片 进阶影片讯息 等于是一般账号就可以有了 好 再来 功能升级刚刚讲过了 开启API无需额外的升级费用 好 最令人 价格弹性 最令人倒门的 倒门的就是价格弹性 本来 本来免费的Lite8 一个月可以发送1000折 现在缩水了 变成500折 功能提升了 但是 群发的折数 僵了一半 那我宁可功能不要提升啊 我干嘛发影片 我直接连结到YouTube去就好了 对不对 好 结果 反而群发的讯息变成一半 折半了 然后 不能加购 你要加购 超过500折 你一定要付每个月800块 每个月800块呢 现在只能够发4000折 4月18号升级成官方2.0之后 你每个月只能发4000折 也就是说 我牛奶爸目前的账号有1万多人 那我目前是买798块每个月 那每个月798块呢 有效好友数 目前是在2万人以下的话 发送的折数不限制 我爱怎么发就怎么发 可是呢 之后升级成官方2.0之后呢 我一个月800块 我只能发4000折 也就是说 我连发都发不出去了 因为只有4000折 我也1万多个粉丝啊 那如果我要让他全部发出去的话 我就是要超过4000折以上的话 就要加0.2块 就要加0.2块 那我算给你看 我发1万折 因为我至少1万个粉丝嘛 我发送1万折的话 减掉刚刚的 4000折 然后再乘以0.2 因为多出来的讯息 每次要0.2块 所以我用1万折减掉4000折 我是不是要多出6000折 乘以0.2块 乘以0.2 等于是我每发送一次 我就要多付1200块 1200块 1200块如果一天发送一次 1200块乘以30天 我一个月要出36000块 再加上每个月的800块 我一个月要支出36800 那我目前只要798块 我之后变成我每个月要支出 至少36800块 至少每个月为了群发 要支出36800块 好 影片还没看到最后 不要泄气 最后有解决方案 所以呢 好啦 那你不要这个中油量 好那我改这个4000块好了 4000块 每个月可以发25000折 问题是 我的粉丝超过1万人 那我发 我发两天 就差不多用光了 以前我可以每天发 现在我只能发两天 而且每个月还要4000块 超过的讯息是比较便宜 0.15块 但是刚算过了 我一个月就是要至少要 好几万块 为了全发讯息 每个月好几万块 我是小咖咖 那个大咖的呢 大咖的粉丝数是 好几万 甚至好几十万了呢 哇他们一个月的群发讯息 可能就好几十万新台币哦 甚至上百万的新台币哦 很恐怖哦 那这底下呢 有加购的讯息价格表 就是说讯息数量越多的企业 他的这个单一则数的 单价会比较便宜 但是算下来 还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你们照这个表 自己去算算看 假设你的粉丝数量 超过1万以上的话 你再来担心 应该说 超过一千个粉丝 有效好友数 你就要开始担心了啦 因为 如果你有一千个粉丝 有效好友的话 即使你付800块 你也只能够发四次啊 就用光了 因为只 一千个粉丝 你只能发四次 就超过四千折啦 而且你还要确保 每一则里面 只有一个讯息哦 如果你一则里面 有同时图片跟文章的话 那就算两则哦 这很恐怖哦 好 底下这个就是他帮我们算的一些 像刚刚讲的 四千折八百块 超过一折 他发一万折的话 多两千块 加起来两千 两千八百块 可是我早就超过这个折数啦 对不对 刚刚算过了 所以这个价格弹性呢 真的是弹性啊 弹性到可怕 好什么时候开始升级呢 从4月18号起 陆续升级 并不是在当天所有的人都会升级 因为账号数量实在太多了 所以是陆续升级 然后到第三季的时候呢 现有line的生活账号 全面升级完毕 所以应该是在三个月之内 从4月18号 是五六七 可能会到7月18号的时候吧 就全部升级完毕了 强迫升级哦 强迫升级哦 你没有办法用现在的方案 一直用到年底哦 不行哦 好 让你官方账号2.0升级之前 你可以持续使用目前的 Lite生活圈功能及支费 也就是说你顶多只能用到 4月18号 或者是只能用到 7月18号啦 这三个月 现有经营者可使用Lite生活圈 放到第三季 就刚刚讲的 在全面升级之前呢 您不将现有的Lite生活圈 转换到新方案 您将可以使用持续 现有的放级功能 但是就只能用到7月啦 第三季嘛 暂停部分功能 现有的Lite生活圈 升级到官方账号2.0之后呢 调查页面将会暂停使用 没差啦 反正调查页面 本来就很少在用 好 常见问题要关心一下 官方账号2.0在功能上 有哪些全新的改变 现行的Lite生活圈方案 需要收费的图文选单 就是798块 进阶影片分享讯息 这个是要1888才能用的 分众推播 它分众推播很烂 就是很Rough 很粗糙 你根本不能够去指定 谁可以收到 谁不能收到 它只能针对说 年纪啊 住在哪边啊 男生女生啊 那些很模糊 不知道他们怎么去判断的方法 去分众 所以这个效率不张 在官方2.0的低用量方案呢 即可使用 这个真的不怎么好用 OK 然后 第二个问题 有哪些免费功能可以 哈好有互动 一对一聊天 以及 reply api的讯息 不记录收费讯息的折数 让您可以更轻松与好友 展开对话 我觉得这个比较人性 一对一聊天 你如果还要再算 一折多少钱的话 那就吓死人了 所以呢 之后鼓励大家就是深入的 跟你的粉丝一对一吧 然后让他尽量转单 本来不买的把它转成客户 本来是纯粹粉丝的 把它转成客户 三要一对一聊天 因为这个不用钱 那群发的话就吓死人了 4月18号之后 不想升级成官方账号可以吗 在全新的官方账号2.0 全面升级之前 您可以保有现行方案及功能 期间 您可以随时依照需求 转换到新的方案 弱势到2.0升级 全面升级之后 您人会手动升级 系统将会协助您自动升级 协助您自动升级 这是强迫升级的意思 刚刚已经讲过了 第三季强迫升级 升级后 目前使用的LINE的生活圈 会被删除吗 不会啦 你的还有头像 会自动转移 反正就是升级 强迫升级的 升级之后 目前的认证这个 会被移除吗 不会啦 还是一样蓝色盾牌就维持蓝色盾牌 您将持有目前的资格 升级后 目前使用的LINE生活圈 账号API设定需要重新设定吗 不用 反正就维持 目前的使用方式就对了 只是以后会涨价 涨得很恐怖 审核功能 我应该怎么用怎么购买 如果你需要启用购买 请向你的LINE业务窗口去官方带领 这个就是要买外挂的意思 买外挂 外挂功能 宣传页面 行动官网选单栏位 是否仍然存在 我们已于2018年11月 那时候就已经终止了 2018年11月就已经终止了 宣传页面 我现在是否能够购买LINE的生活圈 店头辅销物 这个问题 根本没有人买到辅销物 不要理他 LINE将推出一系列线上各种直播 教学及风波成功案例 因为他要疯狂的推广 他的LINE官方账号 因为实在是赚太凶了 当然他要疯狂推广 赚太凶了 真的赚太凶了 好了 以下 影片讲完了 讲到这边 这个网址呢 你们自由去看 我可以附在下面 那底下呢 我这篇文章在重点 就是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赶快看下面的文章吧 为什么这个是2月21号 就已经发布的讯息 我今天2月26号才开始讲了 因为我这几天啊 就是忙着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 我讲这个公告 这个讯息 其实也没什么用 因为大家想要听的是 Solution解决方案嘛 所以我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只是说要花一点钱 但是不管花多少钱 都比他那个暴增的 费用便宜太多太多太多了 如果你是企业的话 OK 赶快看下面的文章吧 赶快看下面的文章吧